树林中躺着部分机翼残骸 上面印有中国东方航空的字样 中国央视报导一架东航MU5735客机 下午1点10分从云南昆明起飞 原定下午2点55分飞抵广州白云机场 途中却在广西省吴州上空失联之后证实坠毁 机上人员共132人 其中旅客123人 机组9人 民航局已启动应急机制 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 收到坠机消息 广西省消防队调派600人 赶往现场灭火与搜救 虽然明火已经扑灭 但由于坠机地点位于山区 官方坦诚搜救工作受到影响 中国民航局启动应急机制 派出工作小组到失事现场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也做出指示 习近平对东航客机坠毁 做出重要指示 要求全力组织搜救 妥善处置善后 加强民航安全隐患排查 事故发生后 东航官网从原本的彩色 改为黑白页面 东航也发出声明 哀悼遇难人员 总统府及我陆委会 也表达哀悼与诚挚慰问 并请中方尽快协助查明 是否有台湾民众 华世新闻综合报道 想要获取更多新闻资讯 想要看到楚国最新的动态 赶快订阅华世 鼓祝我们好